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吳寶請回 聲稱對於金華城 840%容積率一無所知 因為作為市長 不應當局過問單一個案 所以後來那個容積率840%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是到今年三四月間 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 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 柯文哲一句 我不知道讓各界傻眼 但照在三年前 台北市苗博亞總質詢時 就曾提醒柯文哲 就算被關了麥克風 苗博亞人苦口婆心狂勸 金華城容積案會有問題 而其實早在這段質詢的前一年 2020年4月6號 都發局上專簽請示容積獎勵 是否送都委會研議 柯文哲4月15號親自蓋章通過 柯文哲202年4月15號的時候 蓋章說好你去研議 20年6月15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 都發局有審議金華城案 這是說謊欸 不知苗博亞其實包含 簡書培許淑華都曾拿金華城案 質詢過柯文哲 如今柯文哲一句不知道或無保請回 讓人詫異 就連資深媒體人黃志賢也很酸 難道法官認為 柯文哲沒能力沒智商 可以明白金華城容積提高 是違法的嗎 而北檢也將提高 司法公防陣持續進行中 三許周圍之後 才會小組台北什麼的